156年級生的回憶 在西門町已經開了57年的老店 北平一條龍角子館 因為疫情的關係 生意真的太慘 近兩年來就已經賠了快800萬元 所以決定從6月30號開始暫停營業 老店也撐不下去 疫情害慘 不只知名餐廳歇業 就連連鎖店也一間一間館 麥當勞包括在基隆 中和和台中 五月份一口氣關了四家門市 加上二月也收掉永和竹林店 因為疫情速改變 卻讓生意人要牙眼難撐 連帶影響工作機會 五月失業人口超過四十三萬人 失業率百分之三點六八 創七個月新高 就業人數批發零售業 減少一點四萬人 住宿餐飲更多 減少一點七萬人 失業的人口 主要還是集中在 所謂像這種內需型的這個產業 像餐飲業 觀光業以及這個量販業 失業率走高的情況要改善的話 可能要等到這個十月份以後 加上部分服務業 因為疫情減班休息 讓週公時未滿三十五小時 就業人數飆到二十九點六萬人 創九個月新高 台經院也公佈景氣動向 受到烏爾戰爭和大陸疫情封鎖 等原因 製造業測驗點持續下滑 但零售參旅業 可能把疫情當常態 看好未來半年景氣的廠商 比例變高 上半年的臺灣確實在低迷時期 受本土疫情和輸入性通膨 整體成長動能受影響 台中院下修經濟成長率 從百分之四點零五 變百分之三點八 儘管來到後疫情 但經濟衰退危機 現在選手 TV野新聞 就讓我們進行一步步步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